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对天宫还是有点心理阴影的 所以很想能有个人陪他一起去 而且现在天色渐晚 白凤九也不想一个人就这么过去 所以就想着先回到浮生山之后再做打算 等到明天一早 他找个人跟他一起上来就好了 只要身边多一个人 他也就不用太害怕了 于是 在将近黑天的时候 白凤九回到了浮生山 刚好要进屋子的时候 看到同样是刚刚回来的小莫 小莫 你去哪里了 怎么是从外面回来的 白凤九一看就知道小莫是从外面回来的 但是白凤九不知道小莫去了房间 更不知道小莫偷偷摸摸的 见了他昔日的属下 只是很好奇这小莫是去做什么了 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出去了 要知道以前小莫可是最喜欢在房间里窝着 根本就不是很喜欢游玩的 之前也是因为想让白凤九更开心一些 所以小莫才费尽心思的带他出去玩儿 但是今天他却这么反常的自己出去了 实在是不能让白凤九多想啊 而且现在已经快黑天了 小莫怎么才回来 啊 也没什么 就是看着太晚了 你还没回来 我就比较担心 所以就去山下看了看 但是并没有看到你的身影 所以就回来了 没想到刚好碰到你了 看来我刚刚是方向找错了 要不然我就能刚刚好在山脚下碰到你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 小莫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他有点害羞的样子 让白凤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毕竟小莫出去也是关心他吗 这根本就无可厚非 反而是他 今天出去了那么久 都没有事先和小莫说过这件事 也实在是太不负责了 害得小莫为他担心了这么久 就是过分 啊 对不起啊 今天我出去的这件事情 若有欠缺的地方 忘记告诉你了 不过你不需要担心 我去的是青秋 就是我之前的那个家 所以是绝对安全的地方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不过还真是不好意思啊 让你担心了 白凤九还是觉得自己不对的 之前他几乎什么事情都会跟小莫分享 但是这段时间以来 实在是发生了太多的事 导致白凤九也没有什么 多余的时间去和小莫分享了 更没有那个精力去和小莫玩耍 所以就不小心的冷落了他 实在是很过分 没关系 这不是你的错 你没告诉我 只是因为一直太忙了而已 不过你这样我真的很担心 所以还希望你以后做什么的时候 能跟我说一声 或者是以后去哪里都带着我 不要让我那么为你担心了 你知道不仅是我 我们所有人都会担心的 小莫叹了一口气 语中心长 知道了知道了 以后去哪里一定会尽量带着你的 也会及时的跟你说的 绝对不会让你再为我担心了 白凤九点了点头 表示小莫说的实在是有道理 觉得他有道理不仅仅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什么 也不说是不对的了 也突然之间意识到 这段时间以来他对小莫 实在是关心的太少了 整个人都一心扑在东华身上 几乎完全忽视了小莫 这是他的不对 作为一个合格的朋友 白凤九知道自己这么做是不对的 所以 为了做出一些弥补也想明白了 明天去天宫的时候 就应该带着小莫一起去 这样不会冷落小莫 也不用自己去的时候担惊受怕了 小莫点了点头 心里面在暗暗庆幸白凤九 竟然都没有发现他 更是一点都没有怀疑他 想不到白凤九竟然这么好骗 他刚才可是差一点就露馅儿了 对了 我明天打算去天宫一趟 你和我一起去吧 因为这段时间我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就有些对你不是很照顾 是我的错 正好明天我去天宫 你也跟我一起去 可以去看看天宫是什么样的 白凤九笑着说道 没有注意到 黑暗当中的小莫 脸色稍微变了变 只见小莫想说些什么 但是白凤九并没有注意到 哇 小莫有些想拒绝 但是拒绝的话停留在耳边 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心里自然是不愿意去天宫的 可是若他那么干脆利落的拒绝的话 白凤九会不会多想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下来 小莫也没有那个机会拒绝 第二天一早白凤九就带着小莫去了天宫 因为身边有小莫陪着 所以白凤九也就不觉得有多害怕了 只不过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还没有进入天宫的时候 就已经遇到了一个麻烦 啊 就在他们快要进到天宫之时 小莫突然之间就被烈焰给打了出去 这一变故就发生在一瞬间 白凤九几乎没有反应过来 等到他反应过来之后 小莫已经倒在地上了 看着小莫突然之间被天宫的烈焰所灼伤 白凤九顿时就吓了一跳 他赶紧查看小莫的伤势 确定没有什么大碍之后 才缓缓地输了一口气 然后就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 对不起 是我忘记了你是一只妖 不能随意地出入天宫的 白凤九无比悔恨与自责 他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恨他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这一层 其实也不是妖怪不能来这里 只是因为小莫身体实在是太虚弱了 根本都承受不住这天宫上烈焰的灼伤 是他想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 小莫作为一个弱小的妖 怎么能随便出入这天宫呢 若是强行进去的话 肯定是会被灼伤的 但白凤九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这一点 如今小莫真的伤到了之后 白凤九才开始恍然大悟 没事 我身上的伤不打紧 谁都没有想到我会变成这样啊 你千万不要自责 我真的没事 只是今天我怕是不能陪你进去了 小莫变了为难之色 他不好意思地看着白凤九 表情有些痛苦 那我就送你回去吧 今天的事情都怨我 不是因为我的话 你也不会受伤啊 白凤九真是十分的自责 他真没想到小莫会因此而受伤 所以就想将小莫送回去 没事 你不用管我 你去做你的事情去吧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不用你陪我的 你快去忙你的是吧 小莫连忙摆了摆手 一副十分理解白凤九的样子 白凤九也没多想 看他这么坚持 他也就同意了 那你一个人一定要小心 我先进去了 你要早点回山上啊 等我一会儿办完了事情就去找你 白凤九又嘱咐了一下小莫 才转身离开 虽然说他心里面也很担心小莫 但是他更看重的还是东华 所以在这么一比较之下 他也只能先放下小莫了 反正小莫现在已经独立很多了 可以自己回去 因为白凤九身份的关系 他的这张脸也十分有标志性 所以整个天宫也没有人敢拦他 毕竟白凤九身份还是很强大的 就算是没有青秋的那一层 还有东华那一层 就看他是白浅的侄女 他们就根本都不敢拦白凤九 只是来到天宫之后 白凤九才突然之间发现他并不知道白浅住在哪里 所以就只能找小仙鹅引路了 虽然上次的教训丽丽在目 白凤九其实是不愿意相信 这天宫里的别人的 但是白凤九现在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除了这个办法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毕竟在失忆之前 他还可以去找思命或者连颂 可是失忆之后 他根本都不记得这两个人 更别提去找他们帮忙了 好在这次的仙鹅是正正经经的仙鹅 所以并不曾对白凤九有什么坏心思 白凤九经过小仙鹅的引路 成功的来到了喜乌宫 这不是凤九殿下吗 奴婢给凤九殿下请安 白凤九刚想进去 喜乌宫里面就出来了一个人 是一个长得很秀气的仙鹅 看起来年纪比白凤九稍微小了一点 看起来还是个认识白凤九的 但是白凤九根本就不认识眼前这个仙鹅只是直觉 感觉这个仙鹅不是个坏人 心里就没有那么多的防范了 你是 看着白凤九疑惑的眼神 奈奈的脑子转得也很快 他很快就想起来之前白浅说过 白凤九重生之后 就忘记了之前的事情 所以 如今白凤九不记得他了 也是正常的事 倒是今天他实在是太唐突了 可能是吓到白凤九了 瞧奴婢这记性 忘记凤九殿下失忆了 肯定是不记得奴婢了 那奴婢就自我介绍一下吧 奴婢是娘娘的丫鬟奈奈 常年服侍在娘娘身边呢 凤九殿下在失忆之前也是认识奴婢的 所以 奴婢刚刚见到凤九殿下 才没有显得多身份 却忘记凤九殿下失去了记忆了 如今这外头 阳光正烈 殿下快随我进来吧 奈奈错过身子 将白凤九给请了进来 白凤九所以觉得有一些别扭 但是奈何奈奈实在是太过热情 她也不好意思拒绝 只能先进来再说 只是白凤九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感觉白浅并不在天宫 所以她也不是很想进去 但是奈不过奈奈也只能随着她进去了 其实奈奈也是有些不好意思 她本应该好好记住这些事的 却总是大大咧咧的 没那么细心 如今她突然最近这么热情 恐怕会吓到白凤九呢 只是不知道白凤九突然之间 一个人来到喜无功 究竟所为何事 奈奈觉得 自己还是有那个义务好好问一问的 若是白凤九失忆之前就罢了 她也没那个资格去问 更是没那个必要 但是现在白凤九失忆 并不记得以前的事情了 所以什么事情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毕竟失忆了之后 和之前还是有些许不同的 说是出了什么事情 奈奈也绝对不会原谅自己的 无妨 其实我这次来是来找姑姑的 姑姑在吗 白凤九边进门边看着周围的景色 这喜无功到底还是跟别处不同的 景色果然是十分别致 单说这满院子的桃花树 就是指天宫之上独一无二的 除了在十里桃林见过这么多的桃树 白凤九还从来都没有再拿出结果 能堪比喜无功桃树呢 白凤九一路看着 一路问着白浅的行踪 虽然说是问 但是白凤九心里 已经隐隐约约的有了猜测了 她在门口那么久 白浅要是在宫里的话 早就已经出来了 如今还没有看到他人 说明白浅根本就不在宫里 看来这次她是扑空了 果然奶奶一听白凤九问白浅 得时就为难了起来 啊 奴婢怎么把这茶给忘了 本来刚刚就应该告诉殿下的 是这样的 娘娘今天并不在宫里 不过应该过段时间就应该回来了 因为每年的时候 娘娘还有太子殿下 还有小天孙都会去下界的郡吉山 住一段时间 如今这段时间正好是 他们每年都会下凡的时候 不过 他们已经在下界住了好一段日子 算算时间也快回来了 小殿下可以在这里住着等 反正以前都是这样的 奶奶解释到 想起之前白凤九 还没有和帝君成婚的时候 平时来到天宫玩儿 都是会住在喜无公的 反正 这里也算是白凤九的家 基本上可以算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也没有人会管 而且 白凤九在这里还有一个专门的房间 就是每次来的时候都会住在房间 所以 奶奶从来都没有把白凤九当成是外人 只是现在白凤九十亿了 所以说话做是什么的也是需要小心的 毕竟白凤九不记得之前发生的事了 而且 带着他进来 也是真的以为白凤九这次来 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所以才会这样带他进来 姑姑竟然真的不在吗 看来是我这次扑空了 白凤九看起来有些失落 他只是想知道他和东华之间都发生了什么而已 却没想到竟然这么不凑巧 白凤刚刚好就不在 殿下不用这么失落 娘娘大概过几日就回来了 小殿下就在这里安心住下 就像是往常一样 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或者是小殿下也可以去太成宫 毕竟您现在是低后 太成宫也是您的家 所以您住在哪边都是可以的 只是 奴婢想着好久都没有见到小殿下了 私心里还是想您住在这里的 奶奶这张嘴可是甜得很 若是白凤九没失忆肯定是会住在这里的 可现在他失忆了 所以 想的也和之前有所不同 清秋冬荒凤中黄